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许口口声声多成佛念 要不要天天用口里头来念呢 这不需要啊 那不需要黄念老林命宗时 为什么这半年的时间 一天十四万圣佛号 不断 这个我们要知道 绝对没有矛盾 而是什么呢 性情众生更新不同 这个地方讲的是理念 不是一般人能做到啊 这一句一句接着是 这是四年 四年一般人可以做到 理念地想想看 凡夫的信心 能与福至一念相应 谁做得到 真能做到了 确实 不必把佛号 不必把佛号挂在口上 这个人随意识能往上 因为他的这个一念 跟阿弥陀佛相应 就像今天热线电话一样 他一起心动力 一句阿弥陀佛 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他就连起来了 这一念想往生 福就来接应 那理念比思念 功德大了 但是里面呢 我们这个心怎么会给他相应 佛的智慧 有根本知 有获得知 相应 是跟根本知相应 根本知 根本知就是一心 他是一心 我也是一心 一心跟一心相应 一心跟自心相应 佛跟自心相应 我也跟自心相应 是这么个道理 用真一心 不用忘心 凡佛念佛 不但留道 舍法界 众生念佛 统统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忘心 不是人心 不是人心 所以思 不是人心 思念 能不能念到离心 也能 但是决定是 先得 思义心不乱 再向上提醒 没有得 思义心不乱 不可能得离心 我一定会讨论 不可能得离心 我一定会讨论 不可能得离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